這個就有點比較尷尬了 這可以講嗎 這一趴 我覺得這一趴比較講好了 因為這一趴其實會影響蠻大的那個 會影響蠻大的 因為這一趴會得罪到 會得罪很多人是不是 我跟你說 歡迎來到中午車值多少 今天是我 對 就是我 被賣車買車耽誤的 搞笑意的 那我們今天看背景也知道 我們現在人在台北 下午的時候有一位粉絲聯絡我們說 有一台2019年的 賓士GLA 180 白色的 要出售 那他這兩年裡面里程數 竟然只有 登登 大概只有 一萬六而已 那因為說 車輛使用說太小 那想要出售掉 今天下午五點左右跟他聯絡的 如果價錢OK 那我們就上來 那我們 聯絡完之後 速速 六點的高鐵票 現在 八點 八點 我們已經在台北車站 那我們等一下 要去 我們的粉絲家去收購這一台 19年的 GLA 180 那GLA後期他有在做一個 改款嗎 對吧 小改啊 還有一個小改吧 那19年算是他這個型 算最末代了 對 那以正常來講 台灣的GLA 180 他都是總代理的 不會有水貨 他有分 AMG版 跟一般版本 就是差在有沒有 內裝跟外觀 有沒有AMG的套件 那我們今天要看到這台 也是一般的版本 那新車的定價 大概在170萬左右 那 這台車我們19年 實際以行情的收購價來講 大約 如果你里程正常的話 大概會在110萬 正負5萬左右 對 可是如果說你放在車庫裡 什麼都沒動 那可能也緊繃 就是115萬左右 所以放在車庫裡面沒動的話 不會跟新車一樣 不會 要記得 車子是鐵和橡膠製成的 它還是會隨著時間的流逝 造成折舊 就跟女人的青春一樣 隨著歲月流逝 就跟女人的青春一樣 隨著歲月流逝 那我們就先去看那台 19年的JLA180 不先去客人那邊嗎 我朋友 那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車主這邊的地下室裡面 然後 大概會講解一些可能 因為進口車國安車其實它還是對於 出廠的時候還是會有一些差別 那那些差別就會導致我們 在看車況判別車況的時候會有一些點 特別可能要小小的注意 OK 那我們先來看車況 拍一下這邊 那像進口車的話其實多半它都是沒有 就是像國產車一樣有那個車身條碼 有些少部分進口車會有 那有的話多半都是外匯車進來 那那些貼紙就是會進口碼 所以那個其實是入關之後 台灣我們自己的檢測單位才把它貼上去的 那那一串數字其實代替的就是 車身碼 因為進口車它是不會有引擎號碼的 那多半都會是進口車的話它多半是內六角的形式 那國產車的話它就是一般的六角螺絲 所以在判別有沒有凝動過 或者說是它有沒有更換 會比一般的國產車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最簡單 國產車我們可能會參考膠條的硬度 但進口車其實不管你有沒有更換 它都是硬的 像我們有些影片是把窗戶拉下來 去穿造內板的顏色 玻璃升降機下去之後 門這塊的內側去看一下它原色是什麼 那就我今天它沒有更換 那通常會是鍍形的顏色 就是有點類似鋁圈的顏色 但是它是霧面的那種感覺 那像其實進口車它的大燈上面 這邊有些它的大燈出廠 都會貼像這種QR Code 旁邊 它其實是會有它的製造日期 那正常來講如果說大燈它的製造日期 一定會在整車出廠的時間之前 假設它今天大燈有更換 那我們就會去考慮說 那它是不是有傷到更深的地方 或者說它也只是單純的 就是大燈有起霧 或者說是它的模具上 裡面可能有燈條故障去做更換 出了保固之類的 對有些現在很多車款它的大燈會起霧 所以就是回原廠保固內 它就是換一組出來 補一個知識點 兵士只要是雙色的 就是有摸門 我是真的擔心你們 因為你們體力不支的話 可能蠻危險的 不會不會啦 慢慢開 半夜比較沒車是還好 對阿我們是都會輪流開 那我們現在 我們人在哪邊 台北阿還在台北 你看一下現在幾點 現在幾點 11點半 那大家其實看到這個場景也知道 收到了 其實我們出來買車好玩的地方是 我們可以像我們如果在北部 我們可以有短暫大概三個半小時到四個小時 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開起來的感受 所以其實你車子你們說好不好開或怎麼樣 這問我們還蠻準的阿是不是 應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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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收的這台是 2019年的賓士GLA E80 算是GLA系列比較入門的版本 那它這是一般版的 沒有帶AMG的 其實它有的配備其實還蠻豐富的 就像它有防點偵測 雖然它是比較基礎的版本 防點偵測也有 然後注意力輔助系統 然後電動尾門 電動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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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還有電動座椅 OK 然後好玩的來囉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沒有AMG 但是它有這個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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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換檔波片 對 然後這台車它只保了17000多公里 很好玩 它其實它的像這個 排檔頭的腳模它都還沒死 然後這個我們也不會死 有些人就喜歡絲末的感覺 還有一個其實 Tablet Tablet 你鏡頭帶一下 比較新款的車才會有 現在很多車輛都有了 對啊 可是我覺得 你不覺得 它配這東西就是比你 一定得要買iPhone 對吧 這就是一個 亞當跟夏娃兩個都必須在一起的概念 沒錯 這就是一個 你有A就一定要有B 然後再來 不管你現在先用了A 或是先用了B 你就全部都要一起 全部都要一起了 你才可以一拍集合 我們那時候說的 其實這個車19年的GLA 180 我們收購價其實 正常來講 一般版本的會在110萬 正負5萬 那就是會依照你的車框 有沒有更換板件 里程 然後顏色 顏色是很重要 那我們今天看的這一台 原板件 那只有駕駛座門 它有做過烤漆而已 那這個就有點比較尷尬了 這可以講嗎 這一趴 我覺得這一趴比較好 這一趴會影響蠻大的 我跟你說 其實車主 據車主表示 因為他是買新車一手車嘛 從某某經銷商買回來 是全新車 其實車主也很坦白說 他的車都是他給他父親做使用 那 也沒有烤過漆 也沒有碰撞 那我們檢查之後也沒有問題 但是 我們發現他的駕駛座車門 他是有烤過漆的 但是車主表示 他這台車都是在家人 跟他 就講白一點 只有車主跟車主父親在使用 沒有其他人使用過 但是當我們跟他講到烤漆的時候 其實他滿訝異的 因為他當初就是從全新車 買到 買到手之後 就一直使用 坦白講 回推之後 發現說 因為其實進口車 他就坐貨櫃來的嘛 下來之後 他就坐頭板車嘛 有時候很會有小掛傷 或者說是你在板車上拖運的時候 刮傷一點點 但是他掛傷就是小地方而已 應該說 汽車經銷商也不可能說 因為我就是一片門 有掛傷我就不放 所以他會做一個烤漆 那就表示 其實他是買新車沒有錯 他的對車主來講 我拿到手就是原版延漆 但是其實他可能在運送的過程中 有掛傷 經銷商他就有做過烤漆 但是這個 他不會搞之 其實你車現場點焦的時候 只要沒有問題 就 就沒有問題 該部負責 這沒辦法啦 因為其實烤漆 我們也沒有跟他說 會影響車的價值 因為畢竟他也兩年車了 也不是說很高單價的跑車 或者是特殊車款 所以我們也沒有用這個部分 就跟他扣錢 對 那就是他的 保管有小刮傷 這個我們有跟車主協調過說 那可能會差個一點點的烤漆錢 但是勢必要處理 對勢必要處理 因為整台車都是很漂亮的 那我們勢必有一個小刮痕 我們不能忍受他有一點缺點 不行 因為他里程才跑1萬7000 其實屬實來講蠻少的 里程少 沒有碰撞 又是白色的車 買啦 買 哪一次不買 對 所以我們最後 我們剛剛說110萬 正負5萬 我們最後協調完的價格是 最終的收購價是 100 110 多少 多少 那你以為我會 你以為我會110上114嗎 沒有 你以為我每次說我們收購價 最頂的 就是收到那些 沒有 我在買車都會超多一點點 這是我們的115萬 我最後收購價是正的 跟老闆爭取了之後 其實我們這台車 最終最終的收購價是 110 6萬 1.8 所以多出來那個1萬8 是從你薪水裡面扣的嗎 1168 168 是不是很棒的數字 其實對我們的角度來講 車子只要漂亮 不太需要整理 那當然 我只要稍微美容 或是烤一點氣 那當然價錢上 我們可以願意再往上降 對啦 薄力多銷 老闆的耶 老闆的中指 薄力多銷 對不對 人家外面車商賣一台賺的錢 我們要賣三台 OK 反正 總之這台車我們可能 未來的開架 可能會放在這裡 反正 到時候 有興趣的 就可以直接上我們的官網 去做查訊 好 我們現在預計回到公司 大概是三點多了 有任務我們使命必打 全省都有收購 好不好 台灣就那麼大而已嘛 大不了環島收 才1000公里而已 沒什麼嘛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要繼續趕路了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自己車的價格 或者說有車換車想要出售 那都歡迎在下方 師兄我們官方LINE 我們這邊會以最快的時間跟你做回覆 那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影片最新的通知 走了 拜拜